一年一度的 iPhone 新品拆解給大家端上來了 其實每年做這個視頻都非常的要挑戰 我們當然希望首發當天上午就能給大家上線 但是隨著蘋果這幾年對於經銷商的管控愉加的嚴格 我們確實沒有辦法提前拿到機子來開拆 再加上今年這個節奏更糟糕 廠商扎對法輔我現在人還在國外 這些視頻是遠程和團隊協作出來 當然這裡的核心原因還是蘋果官方 目前還是不提倡拆解內容 未來會不會變不知道 所以要保證這個信息密度 上線時間難免會有一所怠慢 還望大家見諒 那麼這期視頻我們就先來拆 iPhone 17 標準版和 Pro 系列 Air 由於這個結構特殊性 等這期視頻上線了 我們緊接著會再來單獨做一期詳細的拆解分析 好 照例我們就先從外觀開始 我們就挑幾個重點來說一下 首先标准版的青春配色一如既往的出色 调度挺好看的 Pro 系列改为铝金属一体机身后 相比之前的直角立面变框 握质感肯定是要更舒适的 有那么点梦回 iPhone 7 的感觉 至于后背玻璃机身拼接公差问题 我们这几台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摸起来它其实是比较平滑的 从工艺角度来看 毕竟是两头硬的材质 存在这个公差其实也不难理解 但是作为一台 iPhone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显然是不太能接受的 如果从实际出发 其实大部分朋友日常都还是会贴膜戴套 所以我觉得倒也不必太过纠结 毕竟 17 系列整体的使用体验提升是非常明显 既然说到壳膜 就不得不提一嘴咱们的淘宝店铺了 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品类 一个是之前非常受欢迎的超薄套装 再次迎来了升级 对于热弯工艺的提升 超薄膜这次基本覆盖了整个屏幕 厚度比去年薄了 13.3% 但边缘抗压强度比去年提升了 50% 超薄PP 壳也薄了 16.67% 两者搭配尽可能接近裸迹手感 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超薄膜没来得及上 AR 的版本 所以如果对 AR 有需求的朋友们 可能得再等等了 另外就是更厚一些的 3D 曲奇膜 并且还安排了 AR 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贴 AR 前后的对比效果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对反光不敏感的朋友们 也不是非必要上 AR 模 毕竟 AR 模价格更高 然后今年我们也在部分保护壳上增加了 AI 按键保护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淘宝直接搜店铺微积分即可 感谢支持 好 广告结束 我们就开拆 这期视频不会像之前那样给大家展示完整的拆解过程 而是会重点展示一些结构差异 以及一些亮点结构的分析 第一步 关机后去除卡托 这个老传统还是得保留 现在看 iPhone 17 标准版 首先就是终于上了高刷的屏幕 保护玻璃也升级到了和 17 Pro 系列一样的超磁晶面板2 可靠性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全系依旧延续 480Hz 低频的 PWM 调光 只不过这次在设置中多了那么一个开关 开启后可以降低屏幕的波动深度和屏显百分比 虽说不如高频 PWM 调光那么直接有效 但有总比没有好 亮度方面实测全屏最高 815 尼特 强光激发后来到 1000 尼特 10% 窗口下突破 2800 尼特 继续拆开后盖 主体部分相比上代机身略有增大 但布局方面基本没什么差异 继续来看核心的大件 主板板型依旧延续7次型设计 长度略有加长 但板型没变 对叠方式和上代一样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直接看芯片组的升级 首先是 SoC 例行升级到了 A19 上方的 RAM 也从 LPDDR-X 7500 规格提升为 8533 但容量继续保持 8GB 射频方面外挂机带更新到了高通 X80 射频收发器也一并更换成了更高规格的 SDR875 Wi-Fi 蓝牙模块替换为自研的 N1 支持 Wi-Fi 7 和蓝牙 6.0 但这个 Wi-Fi 7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只支持 160MHz 的频管 并没有拉满到 320 AirDropper 的实际体验也还有在验证 电池体积相比上代大了一些 实际容量增加了 131mAh 来到 3692mAh 但根据包装尺寸计算的能量密度居然还降低了 生产商来自新网达 ATL 电芯 影像部分前摄模组体积增加明显 时期全系都换成了 1800 万像素的 SONY MX914 暴力打开镜头发现 CMOS 的感光区域竟然是一个八变形 并非发布会上演示的正方形示意图 横竖屏切换的裁切就比较好理解了 而四个角落基本就是不参与实际感光了 可以这么做也是得益于比上代更大的 CMOS 面积 具体体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前几天我去采访的时候也简单感受了一下 简单总结的就是对于喜欢自拍和拍 Vlog 的用户来说 这个体验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前摄模组里的 Face ID 结构排布也有变化 对比上代红外和点阵投影仪交换了位置 后置主摄继续使用 SONY MX904 超广角更换为 4800 万像素的 MX972 但 CMOS 的尺寸依旧是 1.55 英寸 外围配置方面 双摇声器的音腔形状虽然变化不大 但振膜区域有明显变动 具体的尺寸后面和 Pro 系列一起展示 顺便也会简单说一下实际的音质表现 X 轴线系马达尺寸和上代 16 保持一致 散热用料上虽然形状都有变化 但面积没有实质性增减 17 因为更加先进的 SOC 工艺和更大的机身 理论上这个散热表现应该是要更好的 总体看下来 17 标准版在结构堆叠上相比上代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更多的还是补足部分体验上的短版 但即便这样也是这些年来我觉得最不标准的一代了 苹果显然也意识到了国内市场的内卷程度 再不上点性价比 必然还是存在压力的 而接下来 Pro 系列的改动 可以堪称是从 iPhone 4 以来最大的一次 首先来看屏幕 基本参数和上代保持一致 更新了超磁晶面板2和抗反射涂层 10% 窗口下的激发亮度也大幅提升至 2800 尼特 17 Pro 的屏幕主要参数虽然和 17 非常相似 但无论是排线的位置还是接口的方向两者都不相同 所以不存在通用的情况 苹果背面的大尺寸散热膜又回来了 Pro Max 有 4900 平方毫米出头 Pro 虽然机身尺寸小了 但也有 4200 多平方毫米 主体部分第一眼就非常不苹果了 一块硕大的中置铝合金散热片 完全覆盖了潜望主射主板以及电池 Pro Max 散热片面积来到了 8000 平方毫米 Pro 则为 6500 平方毫米左右 散热片上还有几乎全覆盖的散热膜 私下散热膜就能看到通过激光焊接固定在中置散热片上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了 两者均热板的面积略有差异 Pro Max 要比 Pro 大一点 有 2200 平方毫米出头 Pro 则逼近 2000 平方毫米 采用激光焊接的主要优势是导热效率要明显有与安卓机上常见的粘胶连接 缺点也很明显 更贵 插到这里就能大致看出 Pro 系列的散热路径了 首先 SoC 发出的热量从主板中心导向 VC 均热板的对应区域 均热板通过内部的气液变化快速均摊热量至整个中置铝合金散热片 散热片再导向整个热段铝金属一体成型机身 其中还有一部分热量会通过屏幕背面对应 VC 均热板的散热膜导向屏幕 屏幕背面的全覆盖金属背板也能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 实际均热和散热的能力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相比上代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的 中置铝合金散热片背面对应主摄和主板的位置 也有散热膜的覆盖 电池同时粘在散热片的背面 可能是考虑到整机的重量控制 MAX 还是选用常见的软包电池 Pro 则继续沿用钢壳电池 看到电池底部的金属触点证明两块都是采用16 同款的电池电明胶 加电后即可取下电池 两块电池均采用单电型单接口设计 L 型的设计也是苹果的老传统 Pro Max 容量 4823 相比上代增加了 138 毫安时 制造商为东莞新联德 Pro 的容量是 3988 相比上代增加了 406 毫安时 一代提升 400 多 在历代 iPhone 中也是属于罕见级别 制造商为惠州德赛 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 美版因为没有SIM 卡槽 所以它多出来的空间自然就让给电池了 容量会比国行高 260 毫安时左右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 Pro Max 在 785 毫升左右 Pro 还要多一点点 有 788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 iPhone 的电池通常只标注额定容量 也就是最小容量 如果有典型值 估计它俩都已经进入 800 俱乐部了 所以本质上这已经是一块高密度电池了 再来看分离下来的中置铝额金散热片 它的平均厚度大概在 0.3 几毫米左右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今年的 17 Pro 系列 会厚 0.5 毫米的核心原因 回到主体部分 现在就能清楚地看出 17 Pro 系列的内部结构 已经非常趋近于 安卓阵营常见的三段式了 上方有顶部扬转器 影像模组以及主板 中间是电池 底部是下扬转器和马达 因为主板在纵向的占比变小了 所以即便机身承受了设计之外的压力 致使整机纵向弯曲 主板所受到的影响 也会比以前的纵向侧值小很多 细节上 后壳在电池和无线充电信息之间 加入了一片面积非常可观的散热模 以加强整机的均热能力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下的是 使用软包电池的 Max 在电池和主板和卡槽之间 添加有非常宽厚的结缘隔断 而使用金属封装电池的 Pro 则完全没有 甚至 Pro 的电池 还在主板的内凹的部分特意外凹了 更加极致的来利用内部空间 钢壳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 放大可以看到保护板的正极位置 为了避免意外短路 还特意围上了厚实的结缘层 这里也能看出苹果对于安全是非常严苛的 除非人为刻意的去短接 正常使用的安全性绝对是极权首屈一指的 所以那些质疑苹果电池安全的朋友们 我的建议就是 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 少睡觉 取出顶部扬转器 Max 的音箱明显更大一点 但还要看内部的发声单元尺寸 一会拆来扬转器一起对比一下 取出面容 ID 模组 两款 Pro 和 107 一样就不赘述了 取出后摄模组 极其精致的金属防滚架保护三颗后摄 具体参数大家看图 主摄和超广角的参数没有变化 前望长焦的 CMOS 从 3.2 分之 1 英寸加达到了 2.55 分之 1 英寸 暴力取出 CMOS 也能看出明显大了一圈 不仅如此 4 重反射人静的尺寸也有增加 后置拍照的体验我就不多说了 相比目前的国产安卓旗舰还是存在差距的 但是拍视频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套拍摄手柄套装 出自前几天频频亮相的太迅 外观做工绝对是有品质感 按键也管够 两端是快门 变焦拨杆 自定义按键 以及模式拨轮 基本涵盖我们拍摄常用的一些功能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磁吸手柄的设计 磁力非常强 横竖拍只需要这么一转 非常优雅便捷 另外镜头支持物理滤镜拓展 还有一个磁吸的补光灯 搭配一块小镜子 补光补妆都给你考虑到了 手柄内还有3200mAh 的电池 唯一的遗憾就是手批的手柄 这个电池没有过3C 所以需要经常外出出差携带的朋友们 可能需要再等等了 然后就是DECO 部分的金属盖子 是否会影响信号的问题 这个目前实测下来基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对拍摄手柄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了解一下 主主板去掉MAX的绝缘隔断 正反两面竟然都有散热膜覆盖 版型上MAX 的硬盘位置会宽厚些 这是因为目前iPhone 2TB 硬盘颗粒的尺寸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 Pro 无法选配 2TB 版本的原因 老传统双层碟板设计 奔层后清掉导热材料 可以看到三星 12GB LPDDRX 9600 规格的 RAM 和 A19 Pro 通过 POP 碟层封装在一起 SoC 依旧夹在两层主板之间 这次和核心面对面的是电源 IC 基带芯片移动到了上层版的另一面 基带和 17 一样升级为高通 X80 右侧射频收发器也是 SDR 875 左侧是自研的 N1 Wi-Fi 蓝牙模块 规格就不再重复了 ROM 放置在下层版的另一面 和 SoC 需要一点点的充电 ROM 来自三星采用 NVMe 协议 主板投影面积相比上代进一步缩小 甚至还没有后摄模组大 非常极致的空间利用了 取出激光雷达和上代一样的 还是 SONY MX-591 取出 SIM 卡卡槽 外挂式设计 这个就且看且瞬息了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物质文化遗产 取出底部扬声器 可以看到 PRO 系列的下扬声器都是斜着放的 这在以往是比较少见的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内核尺寸 最大化硬件层面先尽可能的拉满 这种极致的结构设计确实是果子的风格 喇叭BOX 的尺寸大家直接看图 这次我们将新老两代上下一共 12 个扬声器的 所有发射单元都拆出来并标注好了尺寸 对比下来确实是有小幅的缩水 不过时期听感对比了一下 16 Pro Max 这个 17 Pro Max 反而还要更强一些 主要就表现在音量更大 声场也会宽一圈 喇叭这个东西和马达是一样的 硬件固然重要 但是软件调教也是不可缺失的 而 iPhone 在软件这块的调教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 不管是大音量还是小音量 实际音质都会有不错的爆炸 取出 EXO 线性马达 Max 的尺寸相比上代略有缩水 Pro 的体积则保持不变 取出尾插排线 除排线样式和上代不同外 主要功能没有大幅变动 边框上的相机按键仍然是直接焊接在边框上的 维修费用不菲 机身开孔的防护性能 依旧是通过了 6 米 水深的半小时浸泡测试 后科总成内 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之间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区域 可以让主板发出的热量通过这片散热膜更加均匀的分布 撕下后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还有散热膜的覆盖 今年的散热膜是真肯给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果子 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使用港航 MagSafe 可以解锁更高的功率 取下厚玻璃 面积虽然变小了 但材质升级为超磁金面板 相比上代大幅提升了抗烈性能 至于这几天网上说的关于这块玻璃容易挂花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这手机后盖用玻璃这件事在机圈是非常常见的 怎么到iPhone 这就被无线放大了呢 当然磨砂玻璃加这种深色的配色 如果有划痕确实是要相对更明显的 但是本质上还是个人的使用习惯问题 你要真注意就不如带个壳子 玻璃背面无线充电线圈的散热膜甚至向外扩散了非常大的面积 MAX 整机只看大尺寸的散热膜就有4张 总面积超过2 万平方毫米 所以果子做产品还是有自己的节奏的 至少散热方面不存在挤 高益说 对了这些散热膜都出自之前和大家提到过的01制造 包括无线充电线圈 电池电柄胶和VC 连着的那块中板 钢壳电池的最终封装 橙色配色的阳极氧化工艺 还有一些支撑键按键都是出自01制造 甚至那个40W 的动态充电头 新出的挂绳和Beats 的手机壳也是 绝对是果子的御用工艺商了 最后的后壳总成采用热段铝金属一体成型机身 这也是iPhone 自有 Pro 产品现以来 第一次使用铝合金作为主材料 其实从 Pro 系列的结构堆叠和散热系统来看 铝金属更高的导热系数 以及更轻的质量确实能带来更多的收益 更何况铝也是机圈非常常见的用料 但可能之前这个钛金属的宣传过于高调 再加上钛确实比铝要更耐用 所以存在争议 这也很好理解 任何产品都存在取舍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 至少在 17 Pro 系列这个机型上面 我觉得用铝显然是比用钛更具有实用价值的 最后就是这个凸起的巨大 Deco 这在安卓机里非常常见了 这么设计一方面可以偷空间 另一方面还作为天线加强了射频能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手机壳如果在这个区域有金属 或者导电的材料 可能会对这个信号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大家买手机壳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好 Pro 系列的拆解我们就到这里 基本差一点都给大家展示完了 可以看到这次在整个架构设计和散热系统方面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以往的果子设计产品的时候 更多的是以 ID 制上 在内部精致好看的基础上 再通过各种定制小型化来实现极致的堆叠 而这次我觉得是有一种往实用主义过渡的意思了 更多的是在考虑整机的散热性能 可靠性 续航和安全等这些相对实用的部分 你看 Pro 系列三段式的设计 以及斜放的喇叭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也是今年的 17 Pro 系列可以做到更 Pro 的原因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火冰 我们下期 iPhone Air 的相差再见